三位 因為小朋友上高年級了 所以現在都是以他的行程為主 那像他去中央大學上課的時候 我們就會安排在高雄周遭 順便就是做一些活動 我公開喔 我公開 一開始都滿很喜歡 因為只要可以動手做都很喜歡 但是後面還是被傳統的那個制度 說真的有點消磨那個興趣 那我們小時候就是單一來源 就是老師他教的好不好其實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但是現在小朋友還可以自己透過自己去找很多資料 所以他就可以彌補到這個 像LS就是很好的教材 可以讓小朋友在興趣這方面一直持續下去 我們是仁恆國曉的老師 也是一位孩子的父母 我是2017年的那個親子天下 然後有看到鹽巴哥哥 然後在台上分享他拍片的故事 就覺得他是一個非常有為的青年 然後呢 爸爸是因為看到我們家的小孩 有一天在刷影片 就覺得裡面指示的內容非常豐富 所以呢他就開啟了按讚訂閱加分享的這個動作 我們在一開始正存在使用 我發現他使用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在我們休閒的時候 通常我們會幫他安排一些課程 那在課程中間我發現說 他在看一些科學的影片滿有趣的 於是我就跟著他一起看這個影片 結果發現這個非常不有教育意義 而且對小朋友的啟發性是很好的一個 對他發展是一個很棒的幫助 於是我就開始在安排 像我們去吃飯的時候的空檔 好那空檔的時候 通常小朋友就會想要拿手機 那這個時候我就會規定他說 你必須要去看LS的影片 於是就加助長了他這個 繼續看這個的興趣 那久了之後就發現 他自己休閒時間 他是可以去玩或其他 他會選擇看LS 然後他就不斷的刷 不斷的刷 每個影片都刷了兩三次 尤其是那個野巴哥哥跟大木哥哥演的劇情 他超愛看的 每個都會看兩三輪以上這樣子 對 那我們的安排大概就是這樣子 因為他看了就是這個影片 我們發現他對生物這一塊是特別有興趣 然後呢他開始問一些問題 於是我們會先在他國中的課程 就自己去買參考書 但是到後面他問的東西越來越專業之後呢 我們還是要尋求協助 於是呢就找他的朋友 專門就是為他上這一門課 他每次去上課前都會非常的興奮 然後每次上完都會在我們回程的車上 他一直跟我們講他今天上課的內容 有一次就聽到一個非常有趣的 就是他在講 就是如果在植物旁邊喝那個茉莉花茶 然後會分泌不知道什麼東西 等等等等 我先請求一下資源 快來快來 就是喝茉莉花茶 茉莉花茶裡面分泌一種 應該說是飄出一種茉莉花酸 然後那個茉莉花酸是一種植物技術 它會加速植物的落葉 還有苦吃成熟 所以你如果在旁邊喝啥植物 會有什麼改變 對啊他就會分享這類有趣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的兒子在觀賞LIS的過程當中 我發現給他的啟發性是很高的 那於是 因為他看的時候是從三年級開始 就是二三年級那時候 剛開始接觸自然科的時候 所以我就發現說 這個影片的啟發性 放在中年級的小朋友 我覺得非常合適 剛好這兩個人都是帶三年級 我就是帶三年級四年級 然後現在又帶三年級 那我都有在課堂上 就是播放LIS的影片 另外在午休 就是我們吃飯的時候 會播放給小朋友看 大概一次放一集就十幾分鐘 這樣剛剛好 那小朋友的反應也很好 像我現在帶這個班 是三年級的小朋友 那就有一個小朋友 也就是前兩週剛跟我反應說 問我說 學校如果要做科展的話 是要找哪位老師去 所以我覺得讓小朋友 在這過程當中 他有蠻有啟發性的 是蠻推薦讓中年級小朋友看 我們一開始在正常接觸 LIS影片的時候 其實沒有這麼的 就是喪心在這塊 就覺得他只是看一般的 Youtube的影片 直到他有一次發問說 問我說 爸爸那個光是波還是粒子 哇這個題目對我來說 就有點減深 因為我本身是社會主的 所以就開始去找一些資源給他 那我就先請教我的朋友 他是那個師大化學的博士 那他就跟我講說 這個題目其實是蠻專業的 他叫做玻璃二象系 那從這一次之後 我們才正視他說 他對這個科學這一塊 是真的有興趣 而且透過LIS影片 給他的啟發性質真的很大 所以我們就開始不斷的 他需要的時候 我們就找資源給他 那手作的部分也就是 他只要能夠把這個實驗 搞清楚的話 我們就會去買足他 買一些實驗器材 讓他實際上去手作這樣子 那通常他手作的部分 就會跟著LIS的影片 那岩巴哥哥跟大陸哥哥做的實驗 其實他就會拿來想要試試看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過程當中 他的啟發性真的很大 然後很適合 我也很推薦給中年級小朋友去試試看 因為一開始就是看了他很多影片 然後看了他很多影片 就突然看到幾集 好像有出現捐款的一些內容 然後過了一陣子 突然想到 我可以捐款看看 然後就想說 考完試看看 然後來捐款一下 試試看 他那個時候啊 其實就是在考之前啊 他其實是滿懷感激的 因為他覺得他自己 能夠今天就是對這個有興趣 然後往這個科目鑽研下去 其實他是對LIS心懷感激的 那我們那時候剛好就是國慶日的時候 要去考中山大學 那他下去的時候 其實他內心是滿徬徨的 因為他不知道自己會考得怎樣 雖然他很期待 覺得自己準備的算是有一點充分 但其實對結果是未知的 所以他那一天晚上我們住在飯店的時候 他突然講說 如果我們也考上的話 我們一定要捐款給LIS 對 然後我就覺得 聽到有一點感動 我就覺得說 好那我們就等結果看看 其實不管有沒有考上 我覺得我們都會做這個動作 因為其實真的很感激這樣子 那結果後來發佈 結果剛好最後一分錄取 所以哇這感覺就是 老天爺有一個安排好的一個 對所以我們就很感激的 去做這件事情 回饋的LIS 相信我們之後也會繼續這樣下去 因為我們認識的108 他其實是對碳就有歷程 或是學習歷程 然後還有學習的能力上 是非常強調這一個部分的 那其實小朋友在看LIS的影片 其實很成功引起他們的動機 然後LIS的實驗室 又鼓勵他們手作 所以他們其實都會去模仿 像我的小孩就去模仿 雖然中間會有錯誤 但他就會自己想辦法找出錯誤的原因 那LIS的那個推理階梯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讓孩子 就是在自主學習 給他們一個參考思考的音價 可以朝這個方向去走 所以這對於喜歡自主探索 自主學習的小朋友 他是一個很有幫助的一塊 在108課綱之前跟之後 其實我們的教育方式沒有太大的改變 那我們本來就是重視孩子啟發性的部分 那小朋友他其實很小的時候 就一路他會問很多提問 那我們的做法通常就是帶著他去找答 因為現在資訊取得其實是跟我們小時候比啦 其實現在資訊取得是非常容易的 所以從他以前只要一提問 我們都會很正經的去看待自己的事情 然後去帶著他去把這個問題解決 找出答案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108課綱對我們家來說是沒有太大改變 本來的做法就是這樣子 基本上因為我們是在家裡面 然後所以 而且我們也會根據他問題的不同 然後會有不同的推理階梯的思考模式 而且他現在才國小 所以我們基本上很多他的那個思考模組 都是在訓練當中 就比如說觀察然後發現 但是用不同的角度去觀察 他可能就有不同的發現 就會比較是快撞式的 然後我們也希望就是他可以接觸到不同的思考模組 或是思考工具 讓他就是以後再因應未來複雜的環境 他可以隨時拿到適合他自己的方式 然後去發展他自己的思考模組出來 但是我們學校有一個就是高年都會有專題課程 他那邊就會帶的是比較嚴謹的一塊 就是用比較正式的方式 科學的方式去帶他思考模組 那這樣其實我覺得他的精神上跟LIS的推理階梯是差不多的 精神上的方向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一塊呢 我覺得推薦給學校的小朋友 他也可以很快的幫他 其實我們私底下是比較輕鬆的去看待這一個問題 或去思考這一個問題 但是如果放在學校學術界的話 他就必須要用比較認真嚴謹的方式去對待他 所以還是會有區別的 我覺得會推薦的部分 是分成國小跟國中高中的部分 那在中年級的時候 他剛接觸到自然科學的部分 那我覺得像Dom哥哥跟那個 言爸哥哥拍的這個有趣的影片 其實他那個笑點都剛好搓中小朋友 他常常我們家小朋友 常常都是笑得非常誇張的那一種 那他在看的過程當中 會對這個自然科學產生很大的興趣 像我們小時候其實一開始也是喜歡手作 但是老師可能不是那麼會引導 所以興趣很容易就沒有了 但是透過這個LS的影片 我覺得可以激發小朋友 尤其是中年級 他剛開始接觸自然科的時候 不會因為害怕自然科學 反正覺得他是有趣的 所以他在這過程當中 可以得到非常大的收穫 那另外一方面 我覺得在現在國中高中 他需要大量的學習歷程 那你們的那個推理的階梯 這個部分 剛好可以讓他們去做實作的部分 可以讓他在學習歷程上面 可以做得更滿 所以我覺得 不管是國小跟國中高中 其實都非常推進 那用不同的方式去切開這樣子 那家長的部分 我也一直在推給家長們 我覺得這個很棒 那他們看到我們自己的小孩子 有一點點成果出來 所以現在也更多的家長 開始就帶領自己的小朋友 去看LS這一塊 那我覺得LS在台灣的教育界 真的是有很大的貢獻 那我也覺得非常應該要大力的去推廣它 那就像我前面講的 其實在國小端 跟目前的國中高中端 其實他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切入去 然後為自然科學這邊啊 進行更大的行李 那國小部分就是讓他啟發 對自然科學的興趣 那我們國家剛好也是 這個是我們的強項 那LS在推波助欄的話 可以讓更多的小朋友去投入這一塊 那國中高中 因為他現在必須要比較專精 在實作上面必須要比較嚴謹 那我覺得你們也可以做一個系列 就是幫助小朋友 因為現在其實很多國中高中生 我自己的理解 很多人他在這一塊 面臨這一塊 他是徬徨無助的 那如果你們有一個明確的步驟 然後可以帶領著這些國中高中生 給他們一些建議跟幫助 我覺得對他們會是很大的幫忙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